第120集 他想反馈给别人 想动一动身体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这种感觉 就好像囚禁在黑暗中一般 无比难受 叶辰走了过来 刚想说话 病床上的老人 便打算起身 跪在叶辰的面前 这可是救命之恩呢 无以为报 叶辰医 受我一拜 叶辰连忙拖住老人 不让他跪下 病道 外婆 你这是做什么呀 我是若雪的朋友 帮忙不是应该的吗 你这样跪我 可是折煞我呀 夏若雪也是同样扶住外婆劝道 外婆 叶辰是自己人呢 你不用这样的 何况 他还欠我一个人情呢 上次后睡 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说漏嘴了 夏若雪的身躯都僵硬了 不光如此 夏母和老人 都有些懵了 数秒之后 病床上的老人反应过来 眼眸带着一丝笑意 拍了拍叶辰的手 激动到 叶辰医好啊 比那什么秦家的畜生好太多了 下若雪 外婆支持你和叶辰的事情 外婆年纪也大了 如果能抱个孙子就更好了 下若雪 下若雪那白皙的脸庞飞红到了极致 外婆 你说什么呢 叶辰可坏呢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 甚至余光看了看叶辰 当发现后者正笑嘻嘻地看着她 她脸都红到脖子根了 傍晚五点 叶辰从江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走了出来 老人刚醒来 下若雪和下母自然要陪着 本来老人打算让下若雪送送叶辰 但是下若雪发生了这种事情 哪还敢呢 叶辰也没有强求 直接打了个电话给小邓 让他来接自己 在车上的时候 叶辰倒是收到了下若雪的短信 说是明天就会搬来别墅 这一次下家没有人敢阻拦 估计是下若雪的外婆 在背后鼎力支持 二十分钟后 叶辰回到了别墅 刚打开别墅大门 他眸子泛冷 手中凝聚出一道锋刃 直接射了出去 别墅有人 目前只有他一个人住 根本不可能出现其他人 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昨天看光我的身子 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男人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叶辰关上门 自然发现沙发上坐着一个 气质淡漠的美女 陆寒霜 让他意外的是 陆寒霜居然轻而易举的 破开了他的锋刃 看来这丫头的实力不弱 叶辰坐在了沙发之上 饶有趣味的看着陆寒霜 今天陆寒霜倒是没有穿一袭黑衣 反而是一条白色休闲裤 一双运动鞋 外加一件白色卫衣 虽然普通 但是穿在对方的身上 却将对方的气质和身材 衬托得淋漓尽致 我记得我说过 你不能再踏入这幢别墅吧 叶辰淡淡的 对方破坏他的规则 纵然是一个美女 叶辰也不会怜香惜玉 陆寒霜嘴角勾勒出一道笑容 站起身来 我陆寒霜不喜欢欠人情 但是我欠了你三个 你逃脱不掉的 今天我来还第一个人情 说完 陆寒霜打开了手机录音 录音之中 很快就传来了一段对话 二十秒之后录音结束 陆寒霜看了一眼叶辰便道 我倒是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秦家竟然出如此高价 买你的命 让你活不过今晚 本来我还好奇 谁有这个实力 让秦家如此动怒 但是当我发现 VIP病房的人是你的时候 我便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 并且杀了另一个人 当你的替罪羊 保下了你的一命 你说 这算不算人情 陆寒霜本以为叶辰会感谢自己几分 却发现叶辰摇了摇头 冷声道 陆寒霜 你太自以为是了 请你搞清楚一件事 不是秦家要杀我 而是我要灭秦家 如果你们血眉店接下了这个任务 并且惹到了我 我敢保证 你们会和秦家的下场一样 到时候就是血眉店 也活不过今晚 夜晨的声音透着无比的寒意 陆寒霜蒙了 表情无比的古怪 谁能想到 这家伙居然反而威胁起血眉店来 血眉店可是华夏武道界第一杀手组织 强者无数 只要你付得起足够的价格 华夏所有强者都能诛杀 哪怕失败了 血眉店便会派出更强的武道杀手来对付你 最为关键的是 血眉店有一位华夏宗师榜 前三十的顶级强者存在 惹伤血眉店只有死路一条 他昨天杀的徐家家主 就是一位身份不低的武道强者 夜晨 你不要狂妄 请你搞清楚 我是在救你 陆寒霜道 救我 夜晨目光突然落在了一扇房门之上 冷声道 对不起 不需要 雨碧 夜晨身子化为一道残影 直接出现在了那扇门前 真气爆发 一拳轰出 大门碎裂 目屑漫天飞舞 一个男人竟然在门背后藏着 男人显然没想到 夜晨会发现自己 不再犹豫 手中出现了一把短刀 进气滚滚 直接向着夜晨的胸口斩去 速度很快 但是夜晨更快 他那如鹰一般的五指 直接扣在了那个人的脖子之上 鲜血喷射 千斤之力爆发 一声巨哲响 那个男人硬生生的被砸在了地上 血肉模糊 鲁寒霜 记住 你天尚有例外 你我 绝无生机 鲁寒霜脸色大变 他死死的盯着那个地上 全身是血的男人 因为这男人同样是血没垫的 这一次 秦家居然做了两手准备 不光他接下了任务 居然还有人也接下了斩杀夜晨的任务 关键 夜晨是怎么发现的呢 他明明刚进入屋子了 地上的男人传来痛苦的声音 他感觉身后的骨头好像都散架了 不断有鲜血渗出 他死死的盯着夜晨 短刀一转 本想着向夜晨抹去 一只大脚落下 直接踩在了他的手臂之上 咔嚓 手臂的骨头直接断裂 啊 男人又是叫了起来 但是很快 他的声音就戛然而止了 因为夜晨的右手已经扣住了他的脖子 隐生生地将对方提了起来 谁派你来的 夜晨的声音如寒冰 让这个男人如临深渊 如坠冰枯 男人脸色发白 渐渐转轻 窒息之感让他感觉到无比的痛苦 他拼命地挣扎 却发现根本挣脱不了 他的眼睛满是血丝 他想要说话 却根本说不出 就在这时 夜晨注意到了男人的刘海下 隐约之间有着一道血眉 和陆寒霜眉心的血眉一模一样 他手中进气一转 直接向男人再次砸在了地上 又是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 这个男人跟你一起来的 这就是你所谓的救我 夜晨对陆寒霜淡淡地道 陆寒霜脸色苍白 他看了一眼那个男人 猛地摇头 我也不知道这个家伙的存在 该死 这家伙居然也借了同样的任务 地上的男人大口大口地呼吸 脸色苍白到了极致 谁能想到 这次要杀的人竟然如此恐怖 他根本没有力量敌对呀 突然 他那冷意的毛子看向陆寒霜 怒声道 陆寒霜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居然破坏了规矩 我劝你立刻将这男人斩杀 最后一句话 几乎是他咆哮说出来的 夜晨扫了一眼地上的男人 直接一脚踩在了对方的身上 你废话太多了 那些想杀我的人都死了 你也不例外 夜晨骤然发力 一脚之下 这个男人必然成为亡魂 就在这时 陆寒霜反应过来 连忙道 别杀他 如果你杀了他 雪梅殿会派出更强的高手来追杀你 这对你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你逃不过雪梅殿的额爪的 这是陆寒霜的最大担心 不然他也愿意出手 诛杀这个男人了 夜晨犹豫了几秒 如果真是这样 这个雪梅殿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地上的男人见夜晨没动手 便以为夜晨忌惮雪梅殿 疯狂地追杀 他冷冷地笑了起来 颇为猙獰 对夜晨道 小子 现在知道你得罪了谁吧 你这是找死 现在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可能会考虑 话还没说完 夜晨的一脚踩了下去 他猛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无尽地死意包裹着他 在他死之前 一道淡漠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我说了 如果你们敢惹我 抹去便是 他的瞳孔放大 抹去 你有四口抹去吗 陆寒霜美眸露出深深的巨异 他很清楚 地上的男人彻底死了 一脚之下 夜晨和雪梅殿的梁子 彻底结下了 这家伙是疯子吗 完全不考虑后果 做完这一切 夜晨回到了沙发之上 拿出一包烟 抽出一根 直接叼在了嘴里 火星闪烁 烟雾 瞬间缭绕 陆寒霜刚想说话 夜晨开口了 你把这个人的尸体也带走 还有 我不希望别墅 有一滴垃圾的血 他的声音很是平淡 却带着不容反驳的感觉 陆寒霜 翘脸寒霜 谁能想到 这夜晨自己杀了人 居然还要他一个血梅垫的人 来清理尸体 难不成 自己是他的仆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